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旗下位于新泽西州 大西洋城的特朗普广场独厂酒店 星期三下午以炸药爆破拆毁 34层楼的建筑物在短短的7秒内完全倒塌 聚集围观的人群都一片欢呼叫好 爆破的这家酒店结构近年老化残损 部分的建筑已经开始孤弱成为微楼 曾经辉煌一时的赌场在1984年开业 高达34层一度成为大西洋城最成功的赌场 无奈走向没落 在经历一系列破产申请之后 特朗普2009年切断了和这家赌场的联系 2014年关闭时 这家赌场已经成为全城最差的赌场